大韩吃什么传统美食 每年1月20日前后,当太阳到达黄金300度时极为大韩 大韩是24节气之一,也是24节气中的最后一个节气 那么在大韩有哪些传统美食呢? 大韩时节我国很多地区都会吃八宝饭 因为八宝饭的造型及甜味具有圆圆满满,甜甜蜜蜜的寓意 大韩这天,南京人会选择用老母鸡加入虚参、枸杞、黑木耳等和顿成鸡汤 作为大韩时节的一种特殊的生活享受 北京人会大韩这天吃年糕,有年糕之意 带着吉祥如意、年年平安、步步高升的豪彩头 还有部分地区有早上食用糯米饭的习俗 食用后全身感觉暖和,寓意温暖,更有吉祥之意